梁國雄就男囚犯指端頭髮規定 早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獲一致裁定勝訴 終審法院五個法官頒布書面判詞 一致裁定梁國雄的上訴勝訴 懲教署違反性別條例 梁國雄2014年入獄四星期 在囚期間被要求指端頭髮 他認為女性囚犯不用指端頭髮 投訴懲教署歧視男囚犯 2017年提出司法覆核得席 但上訴庭第二年推翻裁決 他早前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